所以我們可以看到, 敵基督出現的時候, 他不會是站在神面前, 他只要信靠神的會站在神面前, 那敵基督是跟神對抗的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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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敵基督是跟神對抗的工作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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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這裏有提到這兩個建政, 然後最後一句, 他就像這個兩個登臺, 那表示他有很重要的職責。 因为我们记得在评论 因为他看到灯梯 你看这里 他看到七个灯梯 所以还有两个灯梯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之前提到两个灯梯 这灯梯是跟教会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灯梯是跟教会有关系的 所以教会这里也是被迫害的 所以因为灯梯我们就会想到这个光 那这个光就是圣灵透过它 他们经由到这个世界来 而从另一个观点的观点 因为这些人说的真实 他们是什么耶稣 说这里 你知不知道 Matthew 5.14.16 然后我们记得这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让我们想起马太福音 五章十四节 不 让我看这里 所以从一个观点的观点 你们看到 五章十四节 你们是世上的光 13 对 Matthew 13 OK Matthew 13 这里 那 十四节 前一节 十三节 他也提到 你们是地上的眼 所以 如果你们看到这些 他们像这样 而这就是为什么 后来我们会看到 结果 如果你们有些东西 然后放入塩 是很痛苦 但是塩 它保持 如果你们放在前面 那些人都不可以 所以他们保持肉 你们知道 所有的鱼 都放入塩 然后他们会保持 它 那我们知道 当然如果你有伤口 你上面铺了 这个盐 是非常疼痛 但是我们知道 以前没有冰箱 那他们要保存肉的话 那要放上盐 那就可以保存比较久 不是 塩 它是很贵的 因为它是很贵的 因为它是很贵的 从海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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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们在近海上 他们可以帮助 那些人们 没有近海上 他们买了 塩 所以在前面 塩 很贵的 而且它是很贵的 在阿菲 在中央的阿菲 那时候 盐是很贵的 在那时候 他们用了 石头 他们有石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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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当你吃水 没有塩 它是外面 所以 那时候 那时候 它没有塩 它没有味道 它是外面 那时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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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盐是很贵 它是外面 那时候 那时候 那十三节 讲到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若湿的味 只能叫它在咸呢 因为以前 那个盐很贵 它也不是像 我们现在的金盐 有那个 海边或什么 他们是那个矿盐 是石头 那在家中 每个人 一块盐 就是石头上 那他们配菜的时候 就这样舔一下 那舔到不咸的时候 就把它扔掉 所以 神经会说 就把它扔到像粪坑